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以害兴士任女丁卫 这个是看影片 搜出通关密码的 我们帮他的八字做一个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女命 来讲 我们先看一下他一个本命的一个特质 他本命 以牧生丁火 克星金 他的地支 他的地支是 亥水生银木 克卫土生世火 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的一个本质里面 其实他的官运很差 但是他的一个财星却是很不错 他的官运不漂亮 可是他的财星很好 也就是说他会反映到的就是 他的一个 所谓的官运的话 就是工作、课业、考试这一块 可是他 有运 为什么 因为你看他进入了这个睽谓以后 就把他 这个受伤的 这个官运他补起来 所以其实他进入这个运程以后 他的官运是好的 他的官运是好的 那来讲 他的财星其实也算漂亮 尤其你看像天干来讲的话 他就变成金生水 水生木、木生火 一连相生的这一种的特质 所以来讲 他现在还算说是运程里面还算不错 以一个大运来讲 流年的部分我们就先不理他 可是其实他很快的 28岁以后他就会进入甲生 我们会知道说 在这个运程里面 他的一个财星 是一颗 他的一个官星也是一颗 好 我们就来看 他进入了这个运程了以后 天干我们用财 地支 下面这一边 我们就是看他的一个官 好 那我们来看 他的一个财星 在天干 这个是没有问题 在地支似生亦合 隐害亦合 所以他的财星突然变零 可是他官星是一颗 那再来进入宜游 宜游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什么 一样 水生木 然后木克土 木又生火 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他的官星又受伤了 财星又回来 那到了丙序 那我们可以知道 木去克了 序土 畏土 所以变成负二 可是他的财星依旧还是一 那等到丁亥 尹亥合的时候 他就火生土 各位 我们可以发现到 他的一个官 起伏非常非常的大 而他的财 也是一个很奇怪 就是说 他现在 一财一官 可是他到下一住的时候 他变零财一官 所以他的官运 依旧维持住 所以我们会比较倾向说 年轻的时候在工作职场上去打拼 但是你看他到这一边 他的官简直是乱七八糟的 乱七八糟的一个项 可是他的财星 维持依旧 所以我们会说 比较中年 那个中年时期的时候 可以考虑 商场 去试看看 这边也出现了就是说 他这边官运都没有问题 可是 到了中年起的以后 他的官运开始出问题 也就是 他的一个桃花 桃花的部分 他要特别特别注意 很容易 在这一段时间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因为毕竟来讲 这个才是他的本质 破官才是原来他的一个本质 了不了解 然后为什么会破官 一定是透过 食伤去客官 所以他的本质食伤客官的一个项 会在 这两柱大运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明显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就表示说 他 有两种状况 可以解释 第一种叫做 他不怕困难 所以他去经商 做销售 特别好 另外一种 他没有要去经商 结果他只专注在他的感情 他就准备破官 那就怎样 想要管老公 但是老公不见得会让他管 婚姻上就非常非常容易会出问题 所以在前期在这一段的时候 在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还不太会建议他去经商 可是 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就会建议 你可以 有一定的想要经商 或者是说 想要去做业务 在这一段时间可以试看看 因为毕竟来讲 他破官 破官的话是商官客官嘛 这时候他有创业的一种特质 做业务的一个特质 再加上他的财心 没有受影响 所以 各位一个八字 你要从多个角度去分析 因为同样叫商官客官 商官客官 他 可以解释的面向很多 商官客官 他可以在婚姻上不顺 在工作上不顺 但是他同样的官杀 这时候可以把他当做是困难 他可以突破困难 他可以不畏困难 再加上 所以这两种解释是不一样 再加上他的财心又很好的时候 他会不畏困难 他会突破困难的一个情况下 这时候去走 业务 不至于太差 但是 他在这一边来讲的话 他的关心很好 财心的一个部分 反而 没有 没有很好 财心 反而 没有很好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比较不会建议他 赶快去 去充斥 做什么业务 赚大钱 不会 这时候我反而不会 我反而会叫他 你倒不如先在工作职场上 好好的去努力 因为毕竟在这个来讲的话 官运特别强 然后 然后呢 在感情运的一个部分 在这时候也还ok 所以要结婚 就要坏 然后等到这一住的时候 因为都已经开始在破关了 所以当你了解到 你 你就破关的一个情况 会跟老公之间的相处 会有矛盾的时候 这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这边就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点 你要怎么办 不是现在都还没问题 现在 是好的 好的 你要掌握 那这时候呢 是 你要面临坏的 你要怎么面对 你要怎么去应对他 各位 这个是不一样的点 所以 发现 你们一定会发现到说 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因为这未来他到底会怎么走 他到底是走商的 他还是一般的工作的 各位 这不一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 分清楚说 他假如是走官场的话 各位 走官场时常会跟工作主管 会起争执 这时候 要怎么面对 而且 不容易升迁 不容易升迁 那你假如走商场的话 勇往值钱 不畏艰难 财星又好 这时候财星会发挥作用 那商官客观的特质又会展现 所以各位 你会发现到是不是他在一般的工作 职场 跟在商场 他又会产生不一样的项 所以你要了解一个八字 在不同的位置 他是不一样的一个项 他是不一样的一个项 绝对不是 一个组合就可以把他全部 打破 就全部都是一样的 没有 不一样 因为 在 工作职场跟在商场的特质是不一样的 所以 我们在分析八字的时候 是要根据他的这个八字 然后跟他讲 你到底是属于怎样 然后你手 手商场会是什么特质 你手官场会是什么特质 当然 各位你已经知道他 在这一边他就适合走 走商场 在假如他是走工作职场呢 工作职场 财运对他来讲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工作职场的话 他就是什么 固定的薪水 所以 他是看官运为主 所以一般打工组 你要看官运就好 但是 假如是 从事业务的 他是以财心 食伤心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所以这一边是有些不一样的 所以当他了解了以后 就这一个边会是他比较动荡的 一个大运 因为毕竟来讲 这时候官运是弱的 但财运又好 所以他的一个 财运跟官运是非常极端的 两种情况 一下子好 一下子非常不好 你看这时候又变好了 又变好了 而且这时候的财官 全部都还维持 所以 我们一般会知道说 这个女孩子 他的一个 以他的一个整体的八字来看他的人生 他是属于比较动态的这一个状况 可是偏偏在 这一柱大运 就是两年以后 二三年以后 他完完全全因为四身一合 隐害一合 所以单纯就只有一个应运的时候 他又会变成是一个官场的人 就是单纯的一个官场的人 就变成静态去了 所以他的一个变化幅度 在这一柱大运的时候 又会变成是静态的 所以就是说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起伏 会比较 变化 比较 多 但是 你要了解 他的强项这时候在官运 后面的强项是在财运 该怎么去选择 该怎么去选择 这个才是重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